Costco和山姆会员店的主要区别 好市多和山姆会员店成为如此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几个原因 两者都是仓储俱乐部提供大宗购物机会 旨在为持卡会员提供低价 他们也有类似规模的足迹 好市多在美国和波多里各经营着584家分店 因此很难确定一家零售商是否整体上比另一家好 但是通过权衡每个俱乐部的独特优势和劣势 潜在会员可以确定哪家仓储俱乐部最适合他们的购物需求 现在在好市多获得年度会员资格的成本略高 尽管山姆会员店去年十年来首次提高费用时确实缩小了差距 Costco最基本的会员每年的价格为60美元 而带额外津贴的行政会员则为120美元 目前山姆会员店的基本会员费为50美元 而高级会员费为110美元 在增加费用之前 山姆会员店的基本会员费为45美元 plus会员费为100美元 好市多自己的费用暂时保持不变 这家零售商的首席执行官 Craig Jelenic在上个月的年度股东电话会议上宣布 目前没有提高会员价格的计划 但他不排除在未来某个时候这样做的可能性 顾客普遍认为好市多过去比山姆会员店便宜 根据地点和产品的不同 这一点可能仍然存在 但比较好市多和山姆会员店网站上 类似商品的当前标价 可以发现顾客在后者的消费可能会减少 至少在网上购物时是这样 例如山姆会员店网站上一包5磅重的冷冻鸡肉饼售价16.48美元 而好市多网站上类似的一包5英磅重的冷冻鸡饼售价17.99美元 一包30卷的插名卫生纸在好市多网站上的售价为29.99美元 而在山姆会员店网站上 一包32卷的同类型卫生纸的售价为25.38美元 此外 一包两份的Skippy花生酱在好市多网站上售价12.69美元 而在山姆会员店网站上售价10.28美元 由于好市多似乎没有列出其商店中常见的一般农产品和乳制品的价格 因此无法通过零售商的网站比较所有杂货类别的价格 然而 Insider在2022年5月对两家俱乐部的价格进行了自己的比较 发现好市多在农产品和乳制品方面有更好的交易 而山姆会员店在某些食品储藏室和植物性产品方面的价格更低 杂货店购物可能是一项令人疲惫和饥饿的活动 幸运的是 山姆会员店和好市多都在仓库里经营美食广场 这样会员在跑腿后可以停下来吃顿快餐或零食作为奖励 每家零售商各自的美食广场上的产品之间存在一些重叠 如软饮料 披萨和冰淇淋 但每个美食广场都提供一些独特的食物 例如 Mountain Dew Barry Manson是山姆会员店独有的软饮料口味 与好市多不同 这家零售商还销售IC和几款不同的软胶盐卷饼 与此同时 好市多独有的商品包括烤鸡肉 热土耳其和普罗沃龙三明治 每个美食广场的一些重叠商品也有不同的价格 更不用说好市多传说中的1.5美元热狗组合了 山姆会员店还提供了1.5美元的热狗组合 直到2022年11月 该店宣布将价格降至1.38美元 这显然是在挖掘好市多 好市多和山姆会员店最大的区别之一 是他们如何处理网上购物 好市多在其网站上指出 网上销售的产品可能与当地仓库销售的相同产品价格不同 好市多的顾客报告说 网上的价格比商店里的价格高 另一方面 山姆会员店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 无论顾客是在网上订购还是在实体店购物 价格都是一样的 普通俱乐部会员最终可能会多花一点钱来支付运费 但plus会员可以免费送货作为他们的福利之一 尽管好市多和山姆会员店在提供的产品类型和种类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每家仓储俱乐部都有一些独特的政策 可以使会员的购物体验多样化 首先 好市多于2021年初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的几家门店临时测试路边皮卡 但迄今为止尚未使该计划得到更广泛的发布 另一方面 山姆会员店的两层会员都提供路边接送服务 虽然山姆会员店为顾客提供了扫描机走选项 允许他们在应用程序上支付食品杂货并跳过结账队伍 但好市多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类型的应用程序内自主结账服务 此外 两家俱乐部接受的付款方式略有不同 好市多接受所有Visa卡 大多数基于PIN的借记卡和ATM卡 现金和支票等方式 山姆会员店的名单有一些重叠 但略长 包括沃尔玛信用卡和美国运通 Visa、Discover和万事达卡等主要供应商的信用卡